好 除了國民黨的問題之外 那民進黨我們剛剛也說了 這一次事實上完完全全 因為國民黨 因為民進黨做得好 所以投給他們的 也並不是全然這個原因 所以今天媒體有人做調查了 是不是未來第三勢力的空間 變得很大呢 很多的選民在回答 這個問卷的時候說 因為柯文哲現象的關係 因此他們未來的選舉 寧願投給兩黨之外的人 這個是現在的一時現象 新黨以後這樣子嗎 新黨有機會了 是嗎 我們這次是在 這個藍的崩盤的情況下 還好保住了平 自我安慰一下 有兩席是落捲頭 你們商店 台北市議會是三席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下 第三勢力各位要注意 這一次的第三勢力 跟往常有一點不一樣 過去的第三勢力都是在國會 所以他的資源是蠻有限 只能採取合作連橫 來為自己爭取一個空間 可是這一次的第三勢力 確實在台北市 是資源最豐富的台北市 當然這有一個前提 是柯文哲做得不錯 那這第三勢力 是我可以相信的 或者再要下一次要投票以前 柯文哲的現象 還是維持著 那就有效 還有一個就是你確定 柯文哲真的是第三勢力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他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而且很好的資源 而且他跟藍綠之間維持一個 等距的關係 然後你注意看 柯文哲有個情況就是說 我們都只能批判他的過去 那他的現在 他講超微藍綠 他走中間路線 他切直從宣布參選以來 他這個調子有沒有 他是沒有變過 所以你只能說 你有沒有騙我們 你是不是假的 你是不是怎麼樣子 那這個時候只要再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 基本上跟顯民的想法差不多的時候 那他這個是定調 這個時候又沒有對他的施政失望 但我前面講都有前提的 再到一個 就是你又有這麼大的一個資源 我想到2016選舉的時候 至少要看看他的臉色吧 至少看看他的布局吧 至少看看他的態度是跑不掉的 但是從此以後 第三勢力就過著公子王子 過著幸福快樂的時候 那未必 但是形成第三勢力的機會 這一次是比往常大很多 就說如果你同不同意 在歷史上面 沒有出現過穩定的第三勢力 就第三勢力的出現 然後會成為一股 一股就是說 足以挑戰既有的兩黨 因為兩黨之路線的問題 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只要開放民主選舉的國家 最後都會形成兩支主要的路線 路線當然會有細微的差別 但基本上就兩支主要的路線 那過去我們的地方 就像就像就是聖風大哥講 過去的第三勢力 要不然就是有核心信仰 只能夠在國會裡面作為小黨 要不然就是失憶的第一 跟第二勢力的偽裝 長時間都是一樣 就是失憶的第一勢力 第二勢力知道自己已經失勢了 就偽裝成第三勢力 喊出些很動人不可行的口號 柯文哲目前 因為他在台北市選舉 他只能夠用藍或者是綠兜 都不會成的情況下面 他當然選擇第三勢力 他成功了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他可以證明就是說 真的有所謂的第三勢力的存在 那這個第三勢力 他確實激起了很多的熱情 尤其是年輕人的熱情 再加上藍軍的抵制 他到底是一時的現象還是一個趨勢 我比較不會相信他是個趨勢 因為政黨政治畢竟已經有兩百年的歷史的經驗 我常常如果你期待就是說 政治上面會出現一個大的典範的轉移 他平均一百年只出現一次而已 英國就出現過 英國就一百年才出現一次 而且他出現的時候 每次出現的時候 他都是取代掉那個宣稱改革的政黨 而不是取代掉保守的政黨 這是很特別的 你千萬不要以為說 新的勢力出現的時候取代保守的 不是 那個保守的政黨 他反而長時間有穩定性 他果然是政治系畢業的 對 像我打個套 路線這個部分 其實民眾是沒有感覺的 他都還是要投射到人的身上 所以說要看未來那個第三勢力是什麼人 我覺得在這次柯文哲身上 其實很多人 大家都當然都知道他是末率的 可是因為要打倒國民黨 所以蒙著眼睛故意不看 可是如果說你接下來推出的人 比如說現在公民組合 島國前進 他們很積極嘛 然後要拱這個林義雄 那林義雄的話 我覺得大家投射在他身上的 那個第三勢力 應該就不太成立了吧 沒有 我不覺得台灣有第三勢力 那個發展的空間 其實那個都算很小的黨 那大家這次很多人講說 你看太陽革命那些年輕人怎麼樣 其實我有很認真的去看過 他們提名的那些人 多數都漏險 不是大家講都黨險 多數都漏險 島國前進 激進車衣那些人 在高雄幾乎都漏險 而且票數還不好看 每天罵馬昂久的鄭村吉 得多少票 你知道 九百多票 他在基隆選戲 是 是 就不是大家想的那樣 但是我不是想說 因為你罵馬昂久就沒票了 不是 也不是 我說台灣他 選舉常常是一個氣氛 這個氣氛就是說 現在大家來給國民黨倒 就好像法國選舉 四年前 大家給那個 三個棋給他倒 然後倒了 歐蘭特上來以後 好像也不是如意氣這麼好 可是那時候 法國人覺得好爽 我覺得這個氣氛在台灣有 那這種氣氛 到現在來講 國民黨沒辦法解套 現在沒辦法解套 可是兩黨真是 它是一個形成的怎麼樣 就是說馬昂久現在很多事情 沒辦法做 它其實主要真的 我講就卡在立法院 你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立法院都把你火定 而且連審都不審 連排路 議程都不排路 你所有事情其實都不能動 所以我前面的話題 一直說 你乾脆就辭職 讓民進黨去做 所以我們如果再往前看 2016年 那現在如果第三勢力 我們現在要來預測 他到底有沒有空間 這個空間 剛剛這個順風大 他都舉了很多的前提 我們要看柯文哲 但是2016可能的候選人 到底有哪些人 這些人 他們會做哪些事情 會贏上這個勢的浪投 我想一直對柯文哲現象 我們今天 我是一個政治有立場的人 我對柯文哲 我也有我的意見的人 但是我有意見 我有立場是一回事 我客觀的看待 這一個情勢是一回事 至少假如這一次 沒有民進黨贏得那麼漂亮的話 你覺得現在還有小英 講話的空間嗎 其實我同意 沒有了 只有一個人叫柯文哲 講話了 他的所謂的第三勢力 他就會有一定的條件 所以我講 為什麼我會給他設有一些前提 因為有這些的前提在 這個發展是另外一個方式 所以2016現在 你只要講到這個題目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 民進黨大概就 就核定我這樣的講話 因為第三勢力前提起來的時候 扯到了或是什麼 當然啊 扯到的是民進黨多 所以他不會啦 沒這一回事啦 什麼 你看他 他大概是這樣的環境 會比較多 所以要順著這個邏輯 問下去的重點應該這樣問 就是說 今天除了大家認為的 2016就非蔡英文不可嗎 會不會有人 譬如說林義雄 複製柯文哲現象 他其實不要到趨勢 台灣不見得 唯有第三勢力的趨勢 大家只要維持這個聲勢 放明年就可以 因為他民黨現在內部 放明年就可以 民黨內部 他現在就有一個很大的壓力之一 包括他們也是常常這樣講 大家要是按照柯文哲的模式說 我出來以後 然後還要跟你無黨籍的 不是節目 要跟你民調 對 我都一起選一個選不上 我要跟你民調幹什麼 他現在就擔心死了 怎麼這個東西 不然茂子姐的火氣味就來有沒有 他現在是很擔心這種事情 是存在的 但是我講 他的前提還是要有前提 你要是一上去三個月就垮有沒有 那你談什麼第三勢力 而且還不只總統 立委 單英選區 大家都來複製 我們剛剛在講就是說 美國 英國 歐洲的許多的國家 都曾經出現過第三勢力 第三勢力是取代掉一個 另外一個宣稱自己是屬於 比較改革的勢力 英國跟美國都發生過 所以柯文哲如果他會取代的 就政治邏輯上面來 他會取代民進黨 如果類似這樣的第三勢力 他會取代什麼 他不是取代國民黨 柯文哲不會取代國民黨的 所以國民黨本身如何自我壯大 跟未來柯文哲跟民進黨之間整合 他是兩條不一樣的路 他之間甚至於不會有什麼 太太深刻的互動 這是國民黨要認知的 就他做得好或者是不好 跟你自我整頓是兩回事 你先不要去看他 你先看你自己 就像保守黨的改革 保守黨從民主政治之後 就一直存在到現在 跟共和黨是一樣的 但是柯文哲的問題 我之所以對於2016悲觀 是因為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浪頭的問題 你知道即使在一年兩個月的過程當中 這些執政的地方即使犯了很多的錯誤 那些錯誤固然你會看得到 可是最重要是說選民要自己承認自己的錯誤 那不是短時間的 今天投票的60%的選票的那個能量 如果表現在總統大選身上 他會超過馬英九得到了765萬票 我過去一直以為765萬票會是一個馬英九障礙 不會有人超過 但是如果成比例的把他投射到未來的總統大選的話 那個總統的候選人是有機會拿超過這個選票的 你要這些選民說今天隔了一年兩個月之後認錯 說對不起我們錯了 藍軍可能是因為出手過重也許會 但是這一次不是只有藍軍的問題 有許多的年輕的或者過去真的比較中性的 或者被誤導的或者真的覺得自己受委屈的選民 當他去反國民黨的時候 你要他一年兩個月之後就認錯 我覺得那個勢頭是不是不可能出現 而且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說中國大陸跟這個南韓 他的明年年中中間的中 就算他的FTA上路 我們也不會立刻說我們的這個GDP 就摔到變成富嘛 不會 我們也不可能說我的薪水 兩萬六也好 兩萬二也好 對 突然就變成一萬八 一萬五 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 如果這種些事情都不會發生的話 他的那個危機感跟那種被傷害的感覺 他就不大 所以他對國民黨的氣可能就沒出完 所以國民黨應該再派一個犧牲打囉 沒出來的重點在 不算犧牲打 我覺得朱立倫就要上氣了 林佳龍失敗很多次了 對不對 林佳龍當選立委 才當選多久 馬上就當選台中市長 所以你覺得國民黨只有朱立倫 我覺得他應該上去歷練去被打 被打以後才會成長你知道嗎 那他願意替國民黨扛下一個 幾乎是必敗的選戰 國民黨會覺得這個人還蠻可悲的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是有必要的 那整個的 他剛剛那個國語不標準 是蠻可悲還是蠻可悲 蠻可悲的 不過你們都還是回到 國民黨身上 我是覺得接下來反國民黨 這一塊勢力 未來會怎麼樣的發展 在下次的選舉 是總統跟立委的身上 會怎麼樣反映出來 是不是綠營就是民進黨通吃 我覺得是個問號 對 所以就是看國民黨 會不會在做的讓人家 是保住這個好不容易留下來 一點點好感 還是更顧人怨呢 今天還有哪一些的麻辣新聞 既然廣告回來告訴你 既然提到 你想要出題 去問號 한번